近日宣布离婚后的文章再次被媒体曝光疑似恋情的消息 不过这次从各种细节都能发现或许是实锤 这些当日文章先是独自的现身机场 事后快速的溜入地下车库 不过谨慎小心的文章依旧是没能逃过媒体的眼睛 只见身穿黑色上一顿文章快速的进入一辆黑色的车内 而车内一位白色短发美女依次来接机文章 两个人见面后先是疑似的贴脸接吻 最后有说有笑的离开车库 一同前往一家餐厅去餐 如果说此前疑似文章的恋情都是普风作影的 那么这次文章被曝光的新恋情 可信度则非常的高了 有两个人不仅被拍到私下同行 而且举止真的是相当亲密 加上车内疑似接吻 更是足以证明两个人的关系 照片中这位白色的短发美女看上去非常的年轻可爱 看气质完全与玛丽摇底 不是个类型 不知道这次是不是文章择偶的标准又变了 众所周知 文章自从和玛丽宣布离婚后就绯闻不断 先是被媒体捕风捉影的猜测与昔日出轨对象 姚迪复合 但很庆幸的是随后姚迪辟调了自己文章的关系 并且声称自己已经结婚 不过奈何可想文章过了姚迪这个关 却又被爆出疑似与助理恋情 两人赛照亲密 更是引来众多的日益 接着便是这次被曝光的白色短发女子 可以说离婚后的文章看上去似乎更扎了 不过对此不爽网友却调侃道 只要不是姚迪就行了 看来不少网友还是对当年姚迪小三一事耿耿于怀了 面对文章新恋情的传闻尚未平息 玛丽利就在今天也发生了 只不过这一次玛丽利并没有提起文章的事情 而是对最近比较日益的羽洋家暴事件发生 更是呼吁大家一起勇敢地站出来 帮助自己也帮助他人 玛丽利这一次依然选择为女人发声 不得不说这次玛丽利的语气依然十分的霸气 体现出自己成熟大女神的风范 网友们都点一下玛丽利真的很睿智很勇敢 当时原谅文章 最后决定离开文章 都是勇敢的选择 近日关于羽牙家暴的事情也是被网络日益 网红羽牙遭受到自己的老公的报答 并且还透露自己的老公 前两次婚姻都是家暴成性 自己已经人物可忍了 目前不少明星艺人也都开始为羽牙发声 警方也开始介入调查 面对这次玛丽利的发声 网友们也是喊话那些正在遭受家暴的女人们 要向玛丽利学习 做一个勇敢和坚强的女人 为自己的活 当然我们也希望男人们能够多多的爱护自己的妻子 只有爱护自己的妻子的男人 才是真正有责任担当的男人 玛丽兰里文章新恋情传闻 为羽牙家暴发声 语气一如既往的大女人 希望就像玛丽利所说的 希望正在遭受家暴的女人们 勇敢地站出来